極端氣候 是 突然之間的改變 第二個就是我們因為熱高溫 所造成的這個現象是過去沒有的 他是在一九九零以後才會發 開始發生 這一個高溫的現象 是逐漸影響到了我們的生命財產 過去我們習慣上 這個時候會應該會出現什麼 對不起 它不出現 第二個空間上面的改變 是 空間上的改變 也就是說過去這個地方是很乾燥了 對不起 現在變多雨 過去很多雨 這時候變乾燥 甚至於原本這地方下小雨 現在變成都是大雨 那也就是說 他的整個的一個環境 對我們來講都變成不是那麼的友善 所以剛才所談到的一個時間 一個空間 另外一個就剛才所談到的強度 的改變 是 也就是說這一種的三個現象 同時涵蓋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的 不只在我們東亞 臺灣 他在全世界 所以通通是同時在發生的